加密貨幣有災難性下跌 有一隻叫LUNA,你知不知道跌了幾百%? 好像說98% 所以整個市場進入了,一個買什麼都輸 我們真的不用輸 為什麼呢?因為6108我們說過,6108我們兩元頭也不回 但落到6號9,我們都叫同學們炒 但我們兩個策略都炒 細細處,大大聲 而且我們再加一個東西,不理會什麼事 總之15%就要賺 不過說真的,這隻東西真的… 真的不知道它在玩什麼 這隻東西應該會抓到你的視訊 因為看一些叫做大跌的股票 或者之前輝煌的股票,復排的股票 那這隻東西真的就是那一刻的原稿要留意 當它在1毫子,衝到1毫2,然後1毫4那一下 有一些很厲害的事發生,極大成交 就是在目的,因為整隻東西我們從頭到尾都跟蹤了 2億多市值停那一陣子五年的股票 在短短的,我想有三,應該現在說到三十個交易日 裡面,做了GPK的成交,三十多億成交 那就是說用一億多賣上去,然後被人散貨散了一億多 是真的完全不知道要搞什麼 那今天更加離譜了 今天其實早上就曾經炒上去一個零幾 那下午一開波之後 其實由差不多八毫子,這些一路滾滾滾滾到最低的 兩毫二呀,兩毫三 即是去到我們最初,真的叫人買差不多買那個價錢 很多人都問我們,究竟這隻東西炒完了沒有? 那我先講一下我的看法 你看到這隻,暫時來說,都有三億多的turnover 就算今天來說,如果說炒不炒完呢 我覺得本人來說還沒炒完 不過,在散活角度,我覺得大家就盡量不要入場住了 真的要 還有,這個股票真的做了一件事的 太觸目了,還有這樣的跌幅 如果你根據之前那一陣子的經驗,你也知道 那些監管機構很喜歡玩的 兩招而已,我現在來炒股票 一招叫做搭順風車 搭這些smart money的順風車 那很明顯,由吉豪二指的時候我看到 這個smart money是非常高調,非常有目的 我甚至我到現在都覺得 用那麼多錢去玩的話,一定有些東西要甘利的 之前那幾轉,六八六九就反彈了 接著單日上一個多錢,甚至兩元 今天呢,不知道發什麼神經 總之我想現在可以說的就是 繼續有興趣購買,就是世藝廚大大聲,吃花生 你千萬不要有一個 assumption,人家會怎樣怎樣 最重要的就是要尊重市場 跌15%你不斬,到你跌25%你一定不斬 如果跌25%不斬的話,跌一半你都一定不會斬 所以只剩下股票一定有多久 那這些是輸死的 這隻是值得作為研習繼續跟進 因為這隻,今天又有另一隻股票 1987元 那這隻是怎樣精彩的呢 昨天收市是2.5元 今天最高1元計,今天最高300% 現在成交去到2.79億 這隻股票的玩法,其實懂得捉路的話,很容易捉 其實你看到它應該就沒炒完 它的玩法是怎樣呢?不問價這樣掃上去 因為第一轉,我覺得有很多 attention 所以令到第二轉再拉升那一刻 終於有魚,第一轉沒有魚 所以急下回來 用少許成交,自己下回來 第二轉有魚,所以是慢慢下的 大家先留意一下,它還要一些時間去消化那些貨物 阻力位就會是1元這些位置 因為成交大的話,證明人在上面高位那裡已經出貨了 大概1元這些位置 這隻就不會像6108那樣 6108上那一下,很穩地上 不會單日玩兩轉 可預測性很高 那為什麼我們那隻股票是贏好錢呢? 1987元一定不會是一個6108翻版 對,大家不要想炒上4元這些就不會了 6108是比較高級的 說完這隻,說第二的 還有什麼? 1323,好嗎? 好啊,1323 這隻升了30% 這隻由1號左右,就炒了1號4左右 它是從事運營土業務的投資公司 987和1323是有點關係的 所以今天連兩隻一起炒上去 兩隻成交都有 一隻兩千萬一隻是兩億的 反而1323呢 我剛才也說過,配售價大概是1號左右 如果兩隻相比1323的話 它的波幅還會更多 機會率是比這隻更大 即是那隻1987元 我覺得這隻股票1323 它的直播率會比1987元 即是如果投資者想買這隻股票 都是那一句 它未必會跌低過配售價 看看1406 1406,人家經常都問我 啊,Kelvin,這隻要不止虧了 過山啊,這些位置 我跟他說 這隻呢,你看回 在過日這些位置,有一定的支持在這裡 這隻有些東西給你 有些東西給你 看來不止那麼差 這隻應該有東西看頭的 OK,好,謝謝大家 好,拜拜 拜拜 好,拜拜